这不是伽利略不是 那个那个那个 迦勒尔地区 啊对 迦勒尔地区的喵喵 听说也挺稀有的 你看这个颜色都和原版不一样 很有必要做一下啊 巨箭螳螂使用完点到为止 我们紧接着来一个黑暗球 哎 轻轻松松 我听说喵喵也可以抄几句话 不知这个版本可不可以 还有吧 你怎么长这么丑啊 OK啦兄弟们 前几期我不是把固拉多原始回归了吗 风源三煞就差个盖欧卡没回归 这可不行啊 我记得盖欧卡的原始回归时 也是能掉上来的 就是这个概率嘛 虽然有15% 但是这掉上来的类型也太多了 还有我之前听说盖欧卡能掉上来 可刚才的列表你们也看见了 完全没有他 谣言这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我去啊 这啥东西啊 What the fucking this 好家伙 拉丁欧斯还能美加进化呢 正儿八经的神兽啊 所以是和二级的 那行啊 咱也进化一下 五十级的差距 不知我这只超梦外能否完胜 一招精神击破 没打掉多少血 不过他比我还拉胯 第一回合双方都没占到什么便宜 第二回合 我直接一发波导弹 效果依旧不咋地啊 第三回合 一发暗影球 效果拔裙呢 由此可见 属性克制的重要性 没过多久 拉丁欧斯半下阵来 不出意外的掉进化石了 一个神兽还能美加进化 确实挺离谱的 我现在还没抓到他啊 所以演示以后再说吧 钓鱼啊 我是真不太想钓 要不还是去开战利品袋吧 咱们上期不是逮到个奇拉地道吗 现下我忘了给他升努力值了 他的性格是固执 攻击属性略高一些 再加上他原本血量种族值就高 所以这次只给他加血量和攻击 能打能扛是吧 之后再给他几句话 估计没人能打的动态了 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血量攻击努力值都升到了252 剩下6点我给加到了特防上 然后这些呀 是刚才刷怪掉的战利品袋 把背包清空一下 等会一口气全开了 不出就以后再说吧 第一个人工战利品袋 这啥玩意 第二个化石 从里面不会是能孵化出化石一龙吧 留着吧 以后搞一搞 然后就开不到好东西了 一堆垃圾 造孽呀 就这期 今天没运当头啊 不适合开箱 还是抓宝可梦吧 上期我们把黑龙融合进化了 这期把白龙给搞定一下 白龙是通过莱希拉姆和球雷姆 合体而生的 这两只都是神兽啊 也挺好说话的 确定了地点时间 蹲就好了 首先是莱希拉姆 生成地史巨型真叶林丘陵 OK 直接自然楼盘传送过去 接下来就是石简 白铁 一套星云流水 三分钟后刷新 哎 来了 不耽误时间啊 我直接一颗大石球丢过就得了 主要是之前钓鱼 把我所剩屋底的耐心全都没了 OK 第一个搞定 接下来就是丘雷姆 这只呀 比较特殊 我用了五个回合把他的血量压到最低 第六回合一颗沉重球 就抓住了 离谱 来吧 直接融合进化 白龙相比黑龙确实帅了很多 配色方面也是相当的有讲究啊 两只相比之下 我还是更喜欢白龙 行了 融合精灵也搞定了 但是总觉得这期缺点啥的 内容太少了 不如咱钓甲鹤忍蛙吧 正巧前几期搞到了一个超棒的厉害吊杆 据说这晚上钓青蛙概率挺高 今天就让我来试一试 甲鹤忍蛙出的概率是0.73 质蛙概率更低 拼人品的时候到了啊 因为一个人钓很无聊 所以我就把鹿神的叫过来了 他说青蛙只有三个感的号才会出现 一两个碳号完全不用手感 于是就像这样钓了一个多小时 就鹿神钓上了一只 还是激流蛙 此时我的耐心都成负数了 但老天爷突然给我开了个玩笑 无极泰纳在沼泽地区生成了 那还钓个锤子呀 抓神兽啊 先手一个先低球 不愁意外的挣脱了 巨前藏狼八个回合点到为止 把他的血量加到最低 然后戏剧性的一幕来了啊 一点多余动作没有啊 一发沉重球 他就中了 今天运气总的来说也还行哈 至少当了两次一球先人 来咱们看一下这只无极泰纳的属性啊 性格勤奋 体型巨人 攻击防御特防都是满米 然后速度居然是1 这只算是废了 除了各大勤快点 真就没啥优点了